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模型 这个模型的话 我们来看生成的效果 这是一个flux的模型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中景的一个效果 下边我们可以看一个近景的 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有点趋向于我们的SDL5和SDXL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看它生成的质量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看这个生成的质量 它并不比我们传统的fluxDEV 也就是flux代物生成的效果要好 那么这个模型叫什么呢 叫做openflux 也就是开放的flux 而且目前这个作者 把它定义成叫beta的0.1版本 也就是一个非常初始的版本 所以说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生成的效果 基本上是超出预期的 那么首先你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模型会出现 那为什么我们不使用官方的模型 而要采用这样的模型来生成图片呢 其实呢 还是有一些商业因素在里边的 那我们简单给大家解读一下 在它的这个报复连的主页上呢 我们大概呢 也能得到一些信息 那为了大家看得清楚呢 我把它翻译一下 它的第一段内容呢 指的是他花了很多的钱来训练这个模型 这个当然跟具体的这个模型的质量呢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可以当一个小的彩蛋来看一下啊 下边呢 就是对这个模型的一些基本说明了 flux代物版呢 其实是不能商用的 也就是你不能拿它用来赚钱 有人说那我发出去这些图片 可能也赚到钱了 这个只是说没有查到你啊 就是按照这个开源的许可版本来讲呢 它是不能商用的 那flux里边唯一商用的 就是shnell架构的这个模型 但是你要知道 shnell架构的模型和传统的代物模型 prong模型呢 它整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因为shnell架构的模型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靠蒸馏得来的 也就是用一个大模型训练一个小模型 所以说呢 即便这个小模型学到了这个大模型的基本的技能 基本的生成图的能力 但是呢 由于它模型结构 可能跟大模型的有着本质的不同 所以说呢 一般呢 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一旦蒸馏好的模型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它进行微调的 包括微调这个模型 或者是我们生成laura 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这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它内部的这种模型结构 导致了呢 它不具备这个微调的能力 所以说你会发现 虽然呢 flux shnell模型 它是获得了apache 2.0版本 也就是可以商用的 但是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 对这个模型进行再一次细致的优化和微调 这个我们在讲 flux gm去调laura的时候 也给大家一再强调 虽然那个模型的架构里边 是支持snell架构这个模型的 但是呢 我们也说过 你尽量的不要去用snell架构的模型 生成laura 因为呢 它生成的质量还是比较差的 那这就是我们存在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有很多人呢 就会想很多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讲到的openflux 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指的是 我们想把这个蒸馏的这个部分给它消除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尝试创建一个可以微调的 并且是开源的 可以商用的这样一个模型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模型 它产生的一个背景的原因 那怎么去使用呢 它这主要强调了 在蒸馏模型当中呢 已经使用了微调 所以说呢 它使用了经典的cfg 也就是1.0 但是在去蒸馏化之后呢 原始的snell和dell 使用了不同的管道 所以说在它的pipeline里边呢 它建议这个cfg值呢 还是设成3.5 你注意这个cfg值 不是说我们那个cfgfluxguidance 不是指那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在采样里边 那个cfg的值 所以说呢 这是你使用这个模型 需要注意的一点 也是它这重点去提到的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它的文件和版本里边呢 看到整体的文件结构 那基本上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fp8版本的openflux 另外还有一个laura 这个laura的话呢 其实用的人不太多啊 那我们重点还是用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目前是17.2G 你可以用这个 当然呢 还有这个cashen微调出来的一个版本 不能叫微调 是转化出来的一个版本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conferui工作流里边 去用到的一个特殊格式的模型版本 它的大小呢 要稍微的小一点 所以说呢 我们待会会用这个模型 来给大家做演示啊 那么这个模型的应用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呢 我们进到我们的flux 清空掉现有的工作流 下边我们重新开始构建这个工作流 我们先来看一个 最基础的flux的工作流 然后我们来增加一个 keysampler 调整一下censor 我们先按标准的调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先生成一个近景的特写的一个图像 那为了防止它生成动漫的啊 这儿呢 我们还是用一个前面的修饰词 realistic hdr photo 下面呢 我们来生成一遍 大家看到啊 我们基本上得到了这样一幅图像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生成的一个标准的flux的图像啊 下面呢 我们切一下模型 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用我们的这个openflux这个版本 别的呢 不用去变 那有人说我这个地方要不要变成3.5呢 你先不用变啊 我们先来生成 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在用一个新技术的时候 往往也是先采用这个你最熟悉的一个状态去生成 对吧 他说用3.5合适 当然你产生的疑虑就是是不是一点这个生成效果会更好 那我们更希望通过实践来检测整个生成的效果是不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 来看一下这个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就这个出现了动漫角色的这个情况啊 那我们再生成一个 也有点感觉啊 但是还是一个动漫的一个效果啊 这样我们切一下这个采样器 那通过这个你也会发现啊 这个模型其实跟传统的flux代物模型是一样的 他非常倾向于生成这种动漫人物啊 这个时候你即便是调这个提示词 可能效果呢也不会特别的明显 所以说呢 我尝试调一下采样器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将提示词变得复杂一点 我们采用一个面部特写的提示词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效果呢 其实呢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说呢 他说到3.5 那如果说我们将这个给他固定一下 大家注意 我们将这个种子给他固定一下 我们把这调成3.5 然后呢我们来生成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面部的这个塑料质感呢 其实就比较强了 所以说呢 不是啊是不是要使用这样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个值呢 我们可以在1.0到3.5之间进行调节 当然呢 你也可以采用2.0 来看一下啊 可能呢 这个就会有所降低 那这个就看你个人的这个情况了 我习惯是用1.5 那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这个感觉可能更好一点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这种应用的策略 就这样用就可以 那另外呢 其实有很多优化的手法啊 比方说呢 有很多人呢 会习惯把这个换成我们微调的一个变码器 比方说我们用我们上一个视频讲到的这个Smooth的这个变码器 有的人认为效果会更好啊 当然是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试试 我们还是用这个啊 那我现在把变码器给他换掉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图片生成的效果 跟刚才这个效果有什么不同 感觉一下啊 其实我觉得可能的确好一点啊 集结上来讲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质的飞跃啊 有的人一直强调说 这个编码器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这个可能就是人感觉吧 我觉得没有非常直接的证据证明 就是这个有明显的好啊 所以说用也行不用也行 这是第一个网上比较流行的优化技巧 第二个就是这个VE的部分 VE呢 其实你去看啊 他官方的这个VE呢 其实跟我们用的这个FlexDV的VE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呢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重命名一下 然后我们换一下啊 你注意我这儿把它命名称叫OpenFlex 我如果换成它 那有的人说效果可能也会更好啊 这个我们试一下啊 大家感觉一下 也只能说可能好一点啊 因为它毕竟是官方的 但是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这是一个近景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物表现呢 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那另外呢 我们来换一个中景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提示词换成我们之前生成过的一个讲课的女孩的提示词啊 那我们来生成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是中景的一个效果 你说中景的时候呢 它在构图方面 其实细节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我们会发现这个手呢 其实比传统的Flex可能要差很多 另外你要注意啊 如果是中景的情况下呢 那这个值是可以调的再高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调到3.5 那我们可以生成一下 大家感觉一下 其实所有的Snell架构的这种图片呢 它这个CFG的值 或者是这个地方的值呢 都应该根据景别在不同的去切换啊 这个我们在上一个那个8部的Flex的模型里边 也给大家说过这个问题 大家感觉一下 那一旦我们调到之后 你会发现在这种中景下边 就是面部不是特别近的情况下 那3.5的表现呢 其实就要更好一些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性的 我们来增加一个Laura 然后我们选一个之前训练的一个Laura模型 然后我们将它的强度调成0.75 我们把模型给它连上 加上我们的提示词 这个模型是我自己训练的啊 这个如果你持续看我的视频可能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它具体是个什么东西 你就知道它是个Laura就可以 我们就看加了之后 这个Laura起不起作用啊 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CFJ的质太高啊 会导致这个面部有一些问题 这个为了大家看得清楚呢 我们可以换一个近景的 我们换一个近景的提示词 然后我们把这个换成随机的啊 我们多生成几张 大家感觉一下 那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生成的一招 我们再来看一招 大家感觉一下 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和Laura的兼容性呢 还是可以的啊 但是你要注意 就在人物的一致性的表现 可能并没有我们像传统的代物模型那么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张 这是另外一张 从体上来看 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消除了Flex那个下巴啊 所以说呢 这个模型和我们的Laura进行结合的时候呢 其实视觉效果还是不错的 虽然一致性的稍微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在Laura这个方面的一个测试 所以说呢 基于这样的一些特点吧 那你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 去试一下这个模型啊 今天呢 我们就聊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才能够 我最高的感觉 让我这种感觉